OK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節目 我的名字叫做Melvin Kido 今天呢 我就要即將 出我的第一條影片 就是 UNBOXING OK 現在 今天我們要UNBOX的就是 這個啦 你們應該是看到了 它就是叫做 NOTEBOX 然後Cooler Pro 它是一個 放在Laptop下面的 散熱器啦 你看這裡有寫著 160mm Fan Super Silent Blue LED 就是說呢 它很安靜的 然後中間有一個藍色LED的燈 好啦 它的Code number叫做 LSY3129 有興趣的話你們 你們可以上網店或是去電腦店買啦 因為我不敢講這個很新 因為它出了兩年了 我只是前天才買到 然後boot icon unbox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們就來開箱啦 給點我 時間的時間 看這裡 鎖完了的 我們用這個來開 這個 螺絲起子來開 欸 欸 欸 怎麼這樣難開的呢 喔 好了 等一下 還有這 好 欸 欸 欸 怎麼打 打不開呢 真的是這樣怕 你要拖嗎 你那醬子 搞屁啊 好 現在我們即將 要開我們的箱子啦 哇 哇 那就一時間的關係啦 所以 我也不能講太多 因為 我們太多需要做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來看這個啦 呃 你看 那個盒子是白色啦 但是我這裡呢 是有點巧克力色這樣子的 中間就一個風扇 然後 然後 cooler fan呢 就一定會有這個 普通的USB在的啦 你插機電腦 它就會有電走啦 呃 這個呢 就沒有完全透明的 如果你看得到的話 這也是可以看到下面這裡的 如果你看到的話 OK 現在呢 我就示範 給大家看啦 因為我不方便開Laptop的關係 所以呢 我就會用一樣 很帥的東西來啦 OK 拭目以此 登登 用這個啦 只要呢 我們把我們的USB cable 把它 把它 插進 插進去呢 給小媽唷 開電 喔 好涼喔這裡 好大風喔 哇 超帥耶 這個 藍色燈的 我的腳很涼耶 你看它完全就不割手的咧 還可以在那邊玩 所以呢 你家裡如果有小孩子或是寶寶的話呢 其實是很安全的 但是 不會割到手 所以 呃 你們就不用擔心啦 然後它真的是 超級靜的咧 你要提一下聲音 我就安靜一下 直接有LED的啦 你應該是看到 它有一點聲音啦 因為 這裡也是有那個 摩托有一點點聲音啦 它沒有這樣 呃 其他品牌那種 醬醬啦 呃 所以呢 現在這個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 unboxing 大家記得給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咯 拜拜